主席 我們出來抗爭 預計了這個議席 隨時被人蝕奪 但你蝕奪得來 要有理有據 這次那個判刑 我已經簽了101 102 會上訴兩樣 上訴那個判刑 就是那個過份嚴苛 另外那個判罪本身 我們同時會上訴 就已經做了文件 就會安排這件事去做 至於蔣議員這次那麼神勇 要啟動這個罷免的話 首先我是熱烈歡迎 預祝他成功 如果成功 我理解法律官可以幫我們澄清 我們應該可以繼續參選 我們就會再次啟動這個變相公投 雖然不是一個全港性的公投 但是看過去公投的結果 2010年公投的結果 五個區的投票百分比 和五個區的投票的取向是相似的 所以這一次如果新界西和九龍西 可以做一次的變相公投的話 第一 這一次絕對不會因為 不用我們辭職 我們可以自己選 第二 因為這個公投的啟動 是多謝民建聯提出 我們不會被人指責浪費公帑 而那個議程的話 我也都相信在現時的政治氣候 你罷免得來公投可能都九月十月 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梁振英可能落台了到時 至於那個共同議程是怎樣 是這個立即雙普選 還是日期雙普選 一定是一個雙普選議題來的 一定是打倒這個港共政權的 一定是一個抗爭性的全民公投的運動 所以 儘管放馬過來 我們出來抗爭就沒有這個議席 我做少一年兩年議員 一屆兩屆議員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損失的 最重要就是啟動到一個抗爭運動 是一個人民覺醒的運動 選舉就是一個最好的人民覺醒運動 你給六個禮拜時間我們去做宣傳 你給六個禮拜時間我們去做動員 你給六個禮拜時間我們去到全港各地 一起去呼籲市民 參與這個抗爭運動 無限歡迎啊蔣麗環